GO NO 神 NO 神 WO 神 NO 神 我們今天有 好不好 我們今天 稍微有點企劃異動 今天本來是預計要PO 10萬系列的第二集 我有一個東西我一直很想做 可是感覺不做話就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今天打算一口氣 再幫大家做出來 而且這裡算是我們 每個月的 自製脫時間 好不好 我們這次要製作陀螺的話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上禮拜的時候 官方他們在網 他們在網 他們在 網站 好難唸 我地媽呀 他們在凌晨的時候 網站上意外放出一個小小的片段 可是我影片沒有留 所以我沒辦法給你們看 但是呢 我有留圖片 就是我們 欸 有沒有 就是他們先把 這個月要推出陀螺 意外的先露了線 可是我覺得這應該是炒作 就是 類似那種 我是官方 比誰都還可以快搶新開箱 一種感覺啦 我們今天就是要把 那個陀螺給 完美的 還原 好不好 我們先首先看一下它的結構 基本上這個結構 算是跟以往的結構不太一樣 它是右迴旋的 這我可以確定它是右迴旋的 可是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的攻擊刃跟一番陀螺的攻擊刃 反過來的 有沒有 因為它們這次的主題是主打 一擊必殺 所以它們這樣反過來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如果它這樣反過來的話 基本上一尻它就 就 然後對方就炸開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馬上來 還原下我們那顆 一擊必殺的 狙擊 戰鬥陀螺好不好 非常想玩看那顆 所以我們馬上 槍尖用給大家看 好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零件 因為那顆陀螺的話 基本上它是一擊必殺嘛 所以它那顆陀螺的話 我們必須藉由到我們的左旋陀螺 跟我們的右旋陀螺做個結合 結合 才可以完成 那個陀螺好不好 所以呢 這個陀螺設計結合進步上 應該也不會太難 只是材料費的話 可能會有點貴 對不對 我們就馬上講 我們今天需要的零件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 布式魔龍下金盤 因為呢 最早是 如果它這個變得右迴旋的話 它可以變得完美的 跟我們那個設計一模一樣 是用刃去打 所以我們決定是用這個 來做一個攻擊刃 本體的話 我決定是使用這個 因為這個的話會稍微好一點 因為最主要是 它比較便宜 所以我決定用這個來製作比較快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巨石 下金盤 只要把刃給做個切除 然後再黏上去 基本上就OK了 非常輕鬆 然後呢 它的八字鐵的話 我們看照片看得出來 它的八字鐵要是這個 它的八字鐵要是我們的 展 這個是不是有點意外的 所以這八字鐵 我們也不用弄了 已經幫我們準備好了 然後最後就是 上金盤 上金盤 我決定使用這個 天龍上金盤 因為這是上抽到的 阿有多 我就拿來使用了 剩下我們就必須想辦法做完美的切割 然後並且拼湊 再做個改色 這樣就可以完成我們的 一機必上 GT圖 好不好 那我們來就我們的製作台 GOGO 好 由於我們已經將這兩個 組個結構分離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 切它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已經將這兩個 欸 大家看一下 我們將這兩個橡膠 全部做個切除了 然後呢 那個裡面的內圈的話 我等一下會再要打磨一次 它變得更順 好讓我們這一個 巨石的一個底盤 能夠完美 相容我們的 魔龍橡膠 好不好 非常非常期待玩的那顆 現在一步一步快完成了 現在差不多才完成 20% 呵呵呵 對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 把這個完成好不好 我剛才稍微做一下切割跟模擬 我發現好像是有點太大顆了 呵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目前模擬的狀況 呵呵呵呵 太大顆太大顆了 雖然這樣看起來很猛 可是太大顆了 所以呢 我們必須稍微再把它做一些修正 看起來才會比較像 繼續吧 我們已經把它全部都切割好 然後並且做過美化了 可是呢 我只能先給你們看一下 個別的零件 欸 有沒有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靈魂磨磨刃 我都幫它做微調 然後我覺得做這樣微調蠻帥的 然後呢 再是本體 有沒有 欸 有沒有 本體被我切割完之後長這樣 然後呢 它組起來長怎樣 賣個關子 呵呵 我們現在要把它上色 因為呢 上完色它才會看起來比較像 然後呢 因為這一次的話 它的聖獸是小丑 對 慕家爵 好了 沒有看見 不是慕家爵 反正我們這一次是小丑 所以呢 它的配色的話 是紫色與粉紅色 這兩個配色 我個人覺得這兩個配色 非常非常好看 然後另外還有金色 這三個顏色 金色的話 是在聖獸的部分 它本體的話 就是紫色跟粉紅色而已 我們要拿到兩個 這個漆 大家看一下 欸 欸 反了 分別是這個紫色漆 跟這個粉紅色漆 所以呢 就這兩個噴漆 然後加一個金色的 金色的話 可能應該要把我劈在這裡 我們馬上就來進入 我最討厭的 上色環節 好 又來到我們熟悉的 噴漆場所 噴完就跑 好不好 這個戰術 一直來都是可行的 應該啦 來囉 我要噴囉 差點噴到我螢幕 好 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 一騎必殺的最強陀螺好不好 這顆我個人覺得它不光配色啊 然後再加上那個上蓋 然後再加上它的形狀 我個人覺得這次的作品 非常非常完美 是不是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欸 有沒有 喔 這顆就是最新開發出來的 跪計小丑 它的外觀 非常非常漂亮啦 我個人覺得 這一次的配色 我是用一個 紫色加金色加粉紅色 加上一個 淺綠色的一個 搭配配置 這樣的話比較還原 我們之前圖片的樣子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樣子的話也非常非常帥氣 只是小丑的那個 紋路化我弄不太帥 所以我只能稍微用配色 來蒙混一下 所以不好意思好不好 所以我個人覺得 整體來說還是非常非常帥啦 好 我現在稍微介紹它 它整個結構 它的結構的話 我先說不一下 首先它的上金盤 基本上就是 用天龍的上金盤 所以就是一個 金色加紫色的配色 我個人覺得蠻好看的 然後呢 再來是它的鐵 它的鐵王的配置 它是個 斬的八字眼 這也沒什麼新奇的 再來是它最強的 一擊必殺 下金盤好不好 欸 它這次王基本上 是把所有的攻擊的人 都集中到上面 而且是用刃去打 就很類似像 之前的龍騎士 對 就像這個 我要拿圖翁到的 Colin 所以它的上個金盤 非常完美的 一個攻擊型的 一個上金盤 可是呢 這次它的定位 是一個平衡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有的攻擊人 可是它是 區距於那種 比較平衡型的 一種形狀 因為它 你有沒有發現 它是上下兩個集中點 所以是一個平衡型 其實也不是什麼 意外的一點 平衡型的話 基本上就是有攻擊 有防禦 有持久的 一個綜合型的 一個陀螺 這次設計算是 蠻特別的 基本上 有對於攻擊來說 是一個完美的加強 來 我們馬上就來 試試看我們這一顆 小丑 哥哥 好 我們來試試看我們這一顆 貴計小丑 來啦 機械神鳥 對上我們的 貴計小丑 邊試一下 這顆機械神鳥 是我最硬的神鳥 來 3 2 1 GO 1 1 好 是好幾集啊 3 2 1 GO 啊 完了 1 1集必殺 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有臭 自己正在對我們的 貴計小丑 來囉 3 2 1 GO 這是1集必殺耶 你 把地必殺掉了 哈哈哈哈 來 3 2 1 GO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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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再來是我們的臭Z巨神對到我們的 貴計小丑 來囉 3 2 1 GO 直接把它刮出去啦 4萬分我對到我們的貴計小丑 3 2 1 GO 擺掉擺掉擺掉 有劇有劇 把它刮爆刮爆刮爆 哇 那反槍真的好猛喔 我的天啊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貴計小丑實測 我個人覺得如果他是這樣設計的話 其實我個人覺得他是蠻新穎的 可是前世你要很緊 不然會出事 對 可是呢我覺得呢 這顆沒有意外他的小丑上青盤 應該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變化 我預知應該是特殊變化 去應和我們下攻擊人 不然他是反槍的話 基本上你打他就得炸他 跟蓋子那場打槽子那樣 連自己都被秒殺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顆設計算蠻有趣的 算是一個比較突破性 因為以往他都是順向 可是他這次玩的是內向 然後去靠別人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顆蠻酷的好不好 我們就等正式版發送吧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支影片 錄像這邊 別忘了嗎 別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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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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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